剛剛你第一頁完了 你可以再從這邊繼續怎麼樣 增加你的第二頁的內容 第二頁內容 比如說你可能有一些像我們在這裡 一些文字式的 或圖文式的 這也可以 我先從上面這邊 你先看一下 從這一種的好了 你看我增加一個 有沒有他就進來了 那這張圖片或這個影 我不要的 你可以從這邊換圖片或換成YouTube影片 所以他每個這個都可以點 你看這邊都可以點 那這個也是一個區塊 就是你可以從這邊去設定這個區塊 設定這個區塊 他其實有很多的設定 那如果你這個你想要往上的話 你就按著他 他就跟上面做交換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他的區塊其實也是跟我們剛剛 協作平台那個事實上是非常像 非常像的 那你在往下呢 我如果再增加 再往下走 你看這邊 這個 好 進來了 所以你往下看 有沒有 那點一下 這每一張你都可以切換 至於說你要多少個 要不要中間有點距離 是不是都可以拉開 要不要滿版的 有沒有 Full width 寬度的 要不要顯示文字 標籤 甚至你的圖不夠 可不可以從這裡加 然後要不要播放影片 有沒有看到 這裡都有 所以這個我想你大致上簡單看一下 應該就會知道大概是怎麼處理 那我們另外呢 這邊還有往下走 如果你是這種 就是我可能是有文章式的 因為也許我待會要做連結 對不對 好 點進來之後 好 進來了 請問預設分成幾藍 藍是直的還是橫的 直的喔 對不對 總共一二三四 有人規定要四個嗎 沒有人規定一定要四個啊 不能改嗎 不能改嗎 可以啊 如果你只有三個 你不能叫他只有三個嗎 有沒有方便 對不對 所以 你不是說 我看到這個就只能跟他一樣 那當然呢 你的這個裡面 如果 我 這個 沒有MOD 我就不要把八層秀出來 我就把它關掉 這樣是不是就靈活了 瞭解 而且我現在做的只有一頁喔 你看 我們這個網站 你看 在右上 左上角這邊點一下 有沒有發現 你現在只有一頁 對不對 這種方式 你可以直接預覽 如果你不要從這裡預覽 我們就真的 到網頁裡面來預覽 這樣會比較準 那他會打開你電腦裡面 預設的瀏覽器 也許是IE 也許是Google Chrome 看你的設定 好 這邊 我用這個 現在在這邊 你看 這樣子 往下 中間這裡多了一個 如果我把頁面縮小 有沒有就自動改變了 像這邊有這個的話 你就可以點 它就會自動往下捲動一頁 這樣是不是方便很多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事實上這個 對製作網站來講 就還是 就蠻方便的 當然如果你的超連結有需要的話 點到這邊 我往上 往上一點點 好 點到它 這裡 這裡 這裡有超連結 現在有被擋到 我回到最上面 這樣應該 OK 在這邊 有沒有 你可以連結 那連結的話呢 分成兩種 一個就是說 我這個頁面裡面 因為我剛剛不是有好幾個區塊嗎 對不對 我點了這個之後 我要跳到最下面那個 特色 你看滑過去 是不是有預覽 夠貼心吧 按一下 這樣就好了 這是你內部的連結 那如果你是要連到外面去的 你看這邊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也有次選單 次選單怎麼做 在這邊 增加次選單 就是這個 如果你要再增加一個連結 你就按一下 這樣就增加其他的 這裡也是一樣 按一下 有沒有多一個出來了 所以 大致上是像這樣 所以你在這邊 有需要再次連結 就繼續往下去了 好 又繼續往下了 所以 超級簡單吧 如果 這樣好了之後呢 你也可以真正有第二頁第三頁 你可以從這邊 有沒有再增加一個新的 沒有人規定 每次都要 全部都要擠在同一頁 所以你增加一個新的之後 在這邊 是不是又可以繼續增加新的內容 不過有一個它有共通的 是哪一個 這一個 主選單 主選單 就是我們那個 選單的部分 是所有頁面 同一個網站 共通的 因為這樣 你設了一個 才不用每頁都去設 對不對 不然超連結 如果第一頁變了 第二頁又要重設一次 不是很麻煩嗎 好 所以上面這一塊 它會是怎麼樣 會是大家共通的 所以你就把你要的內容 把它這樣加加加加加進來 加進來 甚至你看 我們常常會有看到什麼 到最後面有一個叫做 Footer Footer叫什麼 夜尾 夜尾 你可以在這邊加上這些 它有一些內建的 點進來 在這裡 如果你要加入像這種地圖 也很簡單 我把地圖稍微移一下 把它放到上面來 好 地圖你看 在這邊 欸 這裡 你只要告訴它地址就好了 它就給你 你如果打中正大學 我不知道行不行 欸不小心這樣也找到了有沒有 連地址都不用了 就直接給它關鍵字就好了 那 夠貼心吧 欸 這個是 它比較不一樣的 那你做好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 你的網站就在這裡 就是這一個 你的網站就是這一個 你可以做幾個網站 隨便你啊 隨便你 這樣清楚了嗎 所以各位你可以先試看看 你增加其他頁面進來看看 待會呢 我們來看 怎麼樣把它發布出去 怎麼樣把它發布出去 甚至 你做好了 怎麼樣把這檔案拿到別的檔案裡面去 別的電腦裡面去 這樣就可以繼續做編輯 因為畢竟目前這個是單機的 OK 來 那就麻煩各位 你試看看喔